不是坐在那裏 而是行動起來 所以 我不是在這裏告訴你基地恩的故事 但是基地恩是被神使用的 去贏得全他的國家 從20萬人 神撿到只剩了三百人 我相信這個教會 神正在對你吹氣 這是非常精壯的一群人 祂要來鼓勵你 我不是來帶來話語 來讓你們氣餒的 我同時要來裝備你們 神從來就不說這是容易的 在我們的社區裡 我們都喜歡看到的就是立體型 立體發生 我們可以啊 任何是守到前來 但是神的話語告訴我們 我們要當初 我們要當初 那就是為什麽我提到林肯總統 這就是為什麽我提到林肯總統 因為明天是退伍軍人節 因著他的死亡 他是在禮拜五晚上被殺的 被一個演員殺掉 他們兩個人都死了 神要裝備了林肯總統 神要裝備了林肯總統 經歷了美國最艱難的時代 他的壓力是從四面八方來的 神必須允許他發生這一切的結果 也會啊 在他立刻趕下煩惱 特殊在其大的煙熬裡 他從不放棄 神讓那個年輕人 你的名字叫是 AnatElread 我的名字 是的,老是你 dismiss的 你可以坐下 我只是想向你描述 我一直看着你 你需要接受信息吗? 你可以接受信息 让他听得到 是的,我知道 那天的说话 神说你是冠军 祂说你像大卫一样 祂非常喜悦 我等一下会跟你讲更多 但是现在神在我面前把你点出来 这个结束以后会每一位都为你们祷告 这个预言是把你建造起来的 帮助你在你感觉到气馁的时候把你建造起来 神要把你举起来 所以为什么神说等候我 祂会让我们重新得力的 祂把他极大的二十万军的降到只有三百人 然后就赢得整个城市 赢得整个城市 他来到这个Costa Mesa 他来到这个Costa Mesa 就是在这个城县的一个极大的空地上 And Chuck Smith Remember Chuck said if you see a hippie bring one home to his kids Chuck就是那个跟他的孩子们一起回家的那一位 And he used to hitchhike to evangelize and tell people about Jesus 他会不停地向人传福音直到他们认识耶稣 And one day Chuck Smith's daughter's boyfriend 所以有一天这个Chuck Smith 开始跟他的朋友 He was driving by and he saw Lonnie Frisbee 他开车经过 他看到了Lonnie Frisbee这个人 And he picked him up 他就把他贴上他的车 And he took him right to Chuck Smith's house 他就直接把他带到Chuck Smith的家里 And so God brought the foolish thing right to his door 神就把这个愚蠢的人带到他的家中 And so basically Chuck left Lonnie and his wife move in with them 所以Chuck就邀请了Lonnie跟他的妻子跟他们住在一起 And in just a couple months 只要两个月以后 The church exploded 教会就暴增 With hundreds of young people coming 好几百个年轻人进入他们教会 Because see Lonnie went into the beaches Lonnie到了海边 He went into the highways and the byways 他到了高速公路旁边 And he had this anointing that God gave him 神他用了神给他的高默 And people started coming 所以人就开始涌入教会 And they started feeling the power of God 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能力 And they started gett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they started被圣灵充满 And the news media started hearing about it And so that媒体都在报道 Denise niño And at the beach And in the river And at approvelenadal Mar And that they started doing these mass And they started doing these mass baptism And twice in the beach And two thousand個人 And two million thousand also in the evening 所以他们就说这里一定有什么事情 时报中刊也开始报道他们 所以耶稣上了这个时报中刊的封面 所以他们开始把摄影机都放在教会里了 因为所有的西匹都进了教会了 西匹他们本来是非常反对的 城市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县 他们是非常背叻他们父母的行为的 他们甚至控告他们的父母是假冒为善的 他们反而成为耶稣运动的主角 所以现在年轻人开始涌入 父母就问他们你们昨天晚上去哪了 他们通常都是变得非常的兴奋然后出去 所以他们的孩子都说我们到了教会 父母都不相信他们的孩子 所以反而是这些孩子邀请父母到教会来看 所以这些年轻人就把父母都带到了教会 所以在两个月之内就涌入了两千多人 然后这个月薪运动就开始 这个运动一直到发布到全世界影响了 全世界 现在更大的运动要开始了 你们预备好了吗 你们如果看到海洋的表面 然后那波浪是一波一波的进来的 通常他们就要等在那里的 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波浪来 然后他们就等那个波浪过去 然后看到那个巨浪兴起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他们要开始行动 他们要开始游泳 神要我告诉你们 预备好 开始要运动 开始要游泳 开始要相信 不要放弃 你即使想要放弃 有的时候你放弃了 不想再祷告了 你也开始不向任何人传福音了 无论是什么 神说许多人把我们起初的爱给伤死了 神要再一次向我们吹起 一个极大的运动要临到我们了 我在拍摄一个电影 拍了12年 你知道通常一部电影要13年才能够完成 有四个不同的剧本 神给了我许多的挑战 我不想让你们认为我是很可怜的 我只是说我绝不放弃 我只是说我绝不放弃 我不要放弃 因为放弃的人永远不会赢 因为放弃的人永远不会赢 会赢的人永远不会放弃 所以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2011年 我把剧本放在神的祭坛 就像亚伯拉罕对他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应许 就是来到一个阶段 一个过程 我们就必须把神的应许 陷在祭坛上 亚伯拉罕就做了 当他要把刀子要刺向他儿子的时候 天使就停止了他 阻止了他 他的儿子就还给了他 那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的那个时刻 当我来到神的祭坛前 在四个月之后 有一天神在告诉我 如何来募款 他就告诉我 今天晚上不讲这个神告诉我 我就开始做这个派对 神就说他们并不是对着这部电影来撒种 他们是对下一个运动来撒种 there's a harvest at h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先生女士啊 有一个收割 极大的收割要发生 and so I woke up on April 4 我在8月4号醒过来 2011年 at 4.20 4点20分 and on my clock it was 4.4 because it wasn't digital 我的表 我的表是4.4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神对我说 that you're crossing the threshold 你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 I'm re-lighting the movie 我要来照亮这个电影 and five days later 五天之后 we had the first frisbee event 我们就有第一个frisbee的一个事件 and we raised enough money 我们抽足够了钱 that I was able to pay the writer 我足够来付给这个剧本 and we started launching into the directive of getting the movie script done 所以我们就开始拍摄这个电影 the reason I say these things this was the fourth writer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 这是已经是第四个剧本 this new movement is going to be the fourth wave 知道这个更大的运动即将来的是第四个运动 I believe this will be the last wave before Jesus comes 这就是最后一波 在耶稣再来之前的 最后一波 and so in closing my message 我要结束之前 as I started researching do you ever look at the clock and see numeric numbers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奇特的数字 often I would see 444 我经常看到444 on the clock or 333 或者是333 does that happen to any of you yes okay you watch beautiful punchu tamu beautiful numbers awesome numbers all day long so often now yeah it started I used to hear people talk about this 我过去曾经跟许多人讲这个事 and I thought they were crazy until it started happening to me 他们就说我他们以为我疯了 I have all right here okay in myself I can show you later wow well anyway as I started looking at the April 4th 我就开始看4月4号 Martin Luther King Martin Luther so God wanted me to talk to you about Martin Luther King 所以神现在要我讲马蒂木德 100年之后就是林肯总统 Abraham Lincoln in 1863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1963年 林肯总统 it was the proclamation freeing the slaves 就是把这个奴隶制度完全的破土废除掉 and it was a hundred years later that Martin Luther King 就在马蒂木德过去100年之后发生了 on August 28th 1963 8月23号1943年 he stood on the Lincoln Memorial stairs 他就站在这个 林肯纪念堂的 在华盛顿首府 林肯纪念堂 he gave his famous I have a dream speech 他就给了他最有名的 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and that was a hundred years it was honorary Lincoln 是为了纪念林肯总统 一个非常伟大的演讲 but Martin Luther King also went through many challenges 马蒂木德也经过许许多多的挑战 see people that are called to do things great for the Lord 他们许多人被挑战来寻求神 and a leader many times has to go through great struggle 所有的领袖都要经过神给他的许许多多的试炼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be leaders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t takes to be one 许多人想成为一个领导人 但是他们不知道付出的什么样的代价 we go through the same fears 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惧怕 because we're just human beings 我们只是人 and we need a shepherd we need Jesus 我们需要主耶稣来把我们塑造 and so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Martin Luther King 所以我来告诉你们马蒂路德的故事 it said Martin Luther King he also faced many opposite folks 他也是面临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冲突 he was arrested 25 times for protesting 他是被逮捕了25次 he was the object of several violent attacks 他也经历了极大的暴力的攻击 对着他个人及他的产业 he received threatening phone calls 他接到威胁的这个电话 his home was bombed and set a fire 他的家被炸掉也被放火燃烧 and he was even stabbed 他自己也被刺杀 and there's one story that I want to close with 我要用他的一个故事来结束 it was the beginning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mu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内战的整个运动 i didn't know until I started studying it 我过去也不知道直到我来研究他的时候 but in Montgomery, Alabama 在 Montgomery, Alabama there was one woman named Rosa Parks 有一个女人叫做 Rosa Parks she wouldn't get up to let a white person take her seat 她不愿意起来让座给一个白人 and so because of that she was arrested 因着那样她被逮捕 and they started to boycott the bus system 他们就来抵制黑人要让座白人的事 they thought it was only going to be maybe a couple days 他们以为这个只是大约两天 but it ended up turning into months 结果呢搞了好几个月 and so Martin Luther King started getting 40 death threats a day 所以Martin Luther接受的威胁是 平均每一天40次 and one day he came home 有一天他回到家里 it was late at night 是很晚的时候 and he put on a pot of coffee 他就煮了一杯咖啡 and he was really tired 他非常的疲倦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phone rings 突然这个电话响 his wife Coretta and children were asleep 他的太太妻子孩子都睡了 and all of a sudden he heard a voice 突然他听到 say leave Montgomery or die 你离开这个 Montgomery 否则你就要死掉 and he actually was very fearful 他就非常的害怕 fear hit him 恐惧领到了 how many of you have experienced fear 你们有多少人经历过恐惧 and the enemy tries to come to us with fear 所以仇敌利用这个恐惧 恐惧呢 恐惧呢 这个惊吓呢 其实是要证实你做的是对的 and that was at his breaking point 这个就是我们的突破点 转折点 所以他就在地上 and he sits down at the kitchen table and I'm going to read you in his own words oh 我要读他亲口说的话 he said I was ready to give up oh 我正准备要放弃了 he said with my cup of coffee 我的这杯咖啡 sitting untouched before me oh 就在我面前 Martin Luther King said I tried to think of a way to move out of the picture oh 我试想着我要从这个画面中离去 without appearing a coward oh 试着不做一个懦夫 he said in this state of exhaustion 在这样的一个压迫之下 when my courage was all but gone oh 让我的勇气完全都丧失了 I decided to take my problem to God 我就决定把我的问题交给神 with my head in my hands 用我的手 I bowed my head and I prayed 我打开我的手 我低下我的头 开始祷告 and this is what he prayed 他就这样地祷告 he said I am here taking a stand 我就在这里站立 for what I believe is right 为着我所相信是对的事 but he said but now I'm afraid 但是我现在太怕 the people are looking to me for leadership 人寻求我来做领袖 and if I stand before them without strength and courage 如果在他们面前没有勇气 他们也会跌倒 I am at the end of my powers 我就在我这个力量的最终节点 I have nothing left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I come to the point where I can't face it alone 我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 我已经没有办法来随时面对了 how many of you are in a position 你们多少人在这个位置上 你在试着路口 where you say I can't take it anymore 你就说我已经无法再承受了 I am at that place actually 我曾经也在这样的临界点 但是神说 如果神就为着我们的神 谁能够抵挡我们 神再一次要给我们再一波来 他要对着那个裤骨出去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 基督的身体要再一次复活 to do great exploits for the Lord 你们会经历极大的事情为主 after he prayed that prayer 在他祷告这样之后 he said he experienced the presence of God that he never felt before 他就经历了神的同在是他过去不曾有的 他听到了神对他说的话 为着正义要站立起来 为着真理要站立起来 我永远在你的身边 神是在寻求那些为着真理为着公义来树立在神面前来 而不是让别人去做神说 祂是对着你的呼召 祂是对着你们全体的一个呼召 在耶稣的心一波的运动 and Martin Luther King said He said the fear left 那个恐惧就离开他了 he said I was ready to face anything 我预备好了面对任何要发生的事 三天之后 一个炸弹丢到他家 一个炸弹丢到他家 and his family barely escaped 他的家人 他们几乎全部灭亡 但是幸好神保守全家人都跑出来了 and he said I accepted the word of the bombing calmly 我就是接受了这样一个炸弹性的挑战的一个呼召 he said my experience a few nights prior had given me the strength to face it 神我经历了这个祷告以后 我得到神极大的能力来面对所有的事情 but see the news of the bombing reached the neighborhood 因为这个新闻这个炸弹的这个发生 所有的人都知道 and a mob formed 非常大的一片的人都知道 and they shouted for vengeance 所以他们就呼求 and what happened was Martin Luther King 所以马丁路德 he got up on the stairs 他就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 and he said these words 他就说了这句话 we must meet hate with love 我们必须向着这些仇恨用我们的爱 remember if I am stopped 记得我如果被停止了 the movement will not stop 这个运动也不会终止 because God is with this movement 因为神是在我们这个运动里的 go home with this glorious faith 回家带着这个荣耀的信心 and radiant assurance 然后呢这个散发出这个神的光芒 and so the mob basically went home 所以那些炸弹的人都回家了 and on July 2nd 1964 1964年7月战号 just several months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 Kennedy 就是在约翰·戈乃迪总统被刺杀之后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4年这个人权运动 is the landmark civil rights and labor law 这就是一个人权的这个法律扳下来的 in the US that outlaws discrimination 在美国的这个过去的这种 based out race, color, religion 过去所有法律根据这个种族颜色的这个一个不合理的律法 sex are national origin 就完全释放完全的不在有 see these people I'm closing now these people have to count the cost 这些人都需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 and so God is saying to all of us tonight are we ready to go all the way 神今天晚上跟我们说 我们准备好了 就是要不计一切代价吗 are you willing and even pastor joshua to say I'm willing to go all the way 就像耶稣安牧师说 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you know all three of these Abraham Lincoln 这三个人 林肯总统 马丁路德 Lonnie Frisbee Lonnie Frisbee they all died 他们都死了 two of them were martyred 两个人被刺杀 被磨杀 but Lonnie Frisbee Lonnie Frisbee in 1993 1993年 he died of AIDS 他是得了艾滋病死的 You see Lonnie Frisbee was molested at eight years old 他是在八岁就被神祝福的 for two years 有两年之久 and his family didn't believe him in 1957 在1957年的时候 他们的家人都不相信他 he had gotten into the homosexual lifestyle 他15岁的时候就介入了同性恋 when God called him on that mountain in 1967 在1967年神呼召他的时候 Lonnie Frisbee was a bisexual homosexual hippie 他曾经是一个同性恋 双性恋的嬉皮 he came away from it 他等候了一段时间 he didn't believe it was okay to be gay 他不以为是空性恋是好的 but he struggled with his identity 但是他挣扎了许久他的行为 people that are LGBT you don't have to raise your hands but I'm telling you how many of you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have family members that are homosexual and the thing is the thing is many and most of them are molested 许许多多的人 大部分的人是 好像被性虐待过以前 so Lonnie told his former wife Lonnie就对她前妻说 who I've interviewed 他被采访的时候说 that what the hippie was in the Jesus movement 在耶稣运动的时候那些嬉皮 God was going to use 神就用这些人 the LGBT LGBT or homosexual 代表着这个同性恋 as one of the people groups he's going to redeem 这就是神要拯救的这一群人 and I believe this movie about Lonnie Frisbee 我相信这部电影是关于Lonnie Frisbee的故事 is going to show people 是要来向世人显现 that God is a father 神是父 is going to run to them 是会来接触到他们的 because Lonnie knew Jesus and Holy Spirit Lonnie认识耶稣 也认识圣灵 but he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the father heart of God 但是他从来不认识父神的心 because every father in his life 因为每一个父亲的生命 his real father who beat him 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就是只会责打他 his stepfather who didn't believe him when he was molested 他的妻父完全不相信 他曾经被性虐待过 church fathers that loved him but they didn't understand him 这个教会的父亲 这个教会的也不理解他 and so at the end of his life he finally saw God as father 所以在他的生命终结之前 他终于看到神就是他的父亲 and he died in peace 他死亡的时候是在平安里 and I believe this movie could be a bridge to the lost culture 我相信这部电影 会对着这个 世上的这一个文化 and bring them in 把他们带回到耶稣里 God is wanting to reach the lost 神要对失丧的灵魂触摸 so in John 12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it talks so you don't have to read it it says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just you can just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unless a grain of wheat a grain of wheat i lye nears falls to the ground i lye nears it remains alone but if it dies it brings forth much fruit 他就是一粒,如果他死了,就会带出许多子粒来。 这就是一个新的一天, 这就是新的一个耶稣运动就要来临了。 从余月节今年的五旬节在今年的6月8号, 6月8号是五十天从余月节算起,第五十天。 就是他们在这个使徒,在五旬节接受到圣灵的时候, 在那个祷告室, 那一天就是摩西斑布陀拉的日子, 在西南山上。 我就要在这里办一个会, 叫做夏日的五旬节的派对, 在奥斯纳这个地方,在玛丽号的这个船上。 神说他要做一些事,在今年的五十一节。 所以现在,Pastor Joshua,我会封锁, 可以你来吧,Pastor Joshua? 我会有一句话给你。 我会有给你。 我会有关联合了。 我们在这个提前, 什么时候在这些不同的地方, 我会有关联合的。 所以我会有关联合的发言。 你們喜歡的信仰律師嗎? 我要為大家來禱告 我也會為約學安律師禱告 我就感到神要祂跟我站在一起 這個訊息是我們要紀念的一天 神紀念你為神所做的一切事 祂知道你所經歷的困難 祂也知道你所經歷的恐懼 祂知道是多麼的困難 但是神的一波要來 使徒都被告訴要去等候 他們知道他們從上面領受到能力 他們說了四次 他們說了大約有五六百人在那裡 可是只有一百二十個人堅持著等在那裡 神今天晚上對你說 我把你帶到美國來 你會成為我偉大的人子 因為你的信心 然後我就要把你帶入豐盛 我知道你所經歷的 我把你帶到這個土地來 因為你會看到極大的我的能力澆灌下來 在所有的文化 在所有的文化 我會用華人、越南語 成為真正的一個轉捩點 即使年輕人 即使年輕人 你將會看到如同中國一樣 你會帶領許多的年輕人 他們會在美國傳福音 許許許多多人會把他們的心交給神 而會有更大的動作 在耶穌運動之前 我會給你一個新的恩鋼 這是一個新的一天的曙光 清凌晨 預備好 我看到神 會供應你 我會帶領許多很富有的生意人 他們會來支持你所要做的 他們會來支持你所要做的 心請發光 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 所以我會來祈禱 我現在要為大家祷告 但是同時我也要收奉獻 是可能好幾千的 五行節 五行節是贏得收割 五行節是贏得收割 這個月節是關於 但是 但 五行節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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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的收割 所以神說我今天說我之前說 我會有些籤子 神說 神說 在五行節我們要做特別的奉獻 神說 在五行節我們要做特別的奉獻 许多人都需要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所以我要约习养牧师来收这个特别的风险。 这些是特别的信封。 我们将要把这个信封传递。 也许你们当中有这个做生意的。 你能问神,因为祂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如果你们开支票,你们就开年轻人的这个波浪,就是Youth Wave。 你也可以用信用卡,你们问神。 你们要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你们这些。 在三个月之前,我的车子坏掉。 他们把我的皮包抢了,然后碰了我的钱。 我的儿子在旅馆吸毒。 他现在在这个疗愈中心感谢主。 许多的这个挑战。 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够放弃。 我需要那些他们偷走我的钱。 他们偷找了我的电脑,所以我需要再买回我一个手机电脑。 我不是在这里抱怨,我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心急缓进来,来阻止我们。 但是求问神。 我可以下来为人祷告吗? 我可以下来为人祷告吗? 因为录影的关系,我必须在上面。 你们可以把奉献带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 这是一个出熟的果子的奉献。 让我们就来问神。 所有奉献的我们都会问你。 神啊,我谢谢你这个教会。 神今天晚上对你说,我呼召这个教会。 是我在末后要兴起的这个大收歌的。 神说这个庄稼已经都成熟了,发白了。 神说这个做工的工人太少了。 神说今天晚上我要高磨你。 用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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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我的见证。 unto the fields。 到河场去。 因为如果你不去收割。 如果你不去收割。 在收割的季节。 庄稼就都坏掉了。 神说你来奉献你的种子 神说不是关乎你的种子 而是我对你的需要 我要充满你的能力 我要用油来高抹你的头 神说你就会看到 事情这样发生在你生命中 神的怜悯 怜悯肯定会跟随你一生之间 你会在神的殿中居住 直到你 我要来医治你的身体 有些人被折磨到夜里都不能睡觉 神说也要给你一个遮盖 在你的护照上 神说这是我的身体 我会用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里大家来是在合一里 就像那一天在五旬节一样 他们就在一个 他们合一地祷告 伴下圣灵的浇灌 and the church received the fire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教科就拿到这个圣灵的火的浇灌 神说你们预备好了要看到 接受这个圣灵的火吗 神说我要你等候我 你今天晚上会得到能力 我就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你 你拿着奉献过来 所有奉献的人可以出来祷告 yeah he's coming okay so what should we have if they come up you can put the offering in the envelopes the baskets whatever they call them 你们需要祷告的人也可以到前面来 有感动奉献的人也就拿到前面来 所以你们都可以到前面来祷告 要上这个牌子上来祷告 因为圣灵的关系 来到这个上面来祷告 请我来到这里 對,對,對 對,對 我來看你的歌 對,對 對,對